如果是顴骨的部分 一般我們採用的是癌自行或是有自行的切骨手術 將顴骨弓跟顴骨體內推然後再做固定 經過半年之後如果骨頭髒好了 基本上它的位置就不會改變 那形態上也不會再有太大的變化 那如果是下骨腳 因為我們是將下骨腳及骨的外側做切除 那內部的骨髓露出來之後 經過一段時間還是會有新生的骨皮質 所以如果真的我們去做一些影像 會發現會有部分的骨頭長出來 不過那個量一般是不會影響臉型的 那至於磨骨就跟我剛說的下骨腳一樣 當我把外側的骨皮質磨掉之後 骨頭還是會有新生的骨皮質 所以經過一段時間去做電腰斷層的檢查 會發現會有少部分新生的骨頭 但是一般的經驗上是不太會影響外觀的